第一名大家應該很其他 不然以為Coco應該是第一名 現在沒有 現在第一名就是跟大家分享 3 2 1 登登 哈哈是王道銀行 剛剛有講過Jerry 我們的執行長宋靖仁的部分 他就是已經離開王道了 3月18號好像就要離開王道了 到目前為止的第二個金融產品 大家應該知道 宋靖仁他之前是從哪裡出來的 如果你有看新聞的話 他之前是從國泰世華的Coco出來的 對他Coco出來之後再跑來王道 所以大家就可以去思考一下說 他之前做的Coco這個產品怎麼樣 然後現在跑來王道 做王道的數位金融的產品會怎麼樣 大家就可以知道了 其實這個金融圈的確實就那麼小嘛 就是這個人在什麼地方繞一繞 其實大家在行業裡面做事 其實都知道了 對 這一次的主動填達的部分 有185個人填達 然後有73個人寫王道銀行 不滿意 他的佔比是19% 也就是說 每100個人裡面共有19個人 就是不滿意王道 這個部分就是非常非常的多 這 大家來看一下這個王道的意見 有人解到說 缺點沒有實體銀行 要考慮轉進去的手續費問題 我覺得大家就是對這個5塊 15塊就是非常的在乎 就跟我一樣 對我自己也 可是這是 要轉錢出去 我一定是用那個免費跨離轉的次數來使用 我覺得不會特別就是去轉一個要花15塊錢的東西 所以大家都是非常精明 那 王道這個比較麻煩的部分就是說 因為你的第一筆錢你要放進去 你一定要從其他銀行轉進去 但如果你沒有其他銀行的快遇轉 你的自數 其實你就不知道怎麼把錢轉進去 這就是比較麻煩 因為他們有實體的分行 就是有那種ATM的分行 可以讓你去存錢 有的就是只有在那個體體大刀 就是內湖裡面 對 那你不可能就是為了存個15塊 就省15塊錢 你就周圍車勞 然後跑去內湖的 那個他們的總行去存錢 所以消費者就是想到這個 就懶了 就不想去做 是這個樣子 然後再來有人講到說 其實很多人都寫到說 王道沒有據點 這樣子 每個月月出跨轉五次用完 就是一張廢卡 這個每個月五次的跨轉 我是一定會把它用掉的 但是它會不會是廢卡 這個我覺得就看個人的需求 因為你如果有用它的信用卡 它的簽上信用卡 在做消費 也許對你來說 就是可以使用的一個好康 但如果說你平常都是用其他信用卡 也沒有用它的優惠 那對你來說就沒有任何意義的 就是這樣子 王道網路銀行的介面很麻煩 查詢資料要找很久 版面的廣告很大 但是沒有辦法直接點連結 畫面看著很不舒服 所以有人覺得王道德 他官網的圖 每次都很大一張這樣跑 有沒有人覺得就是 看了覺得很不舒服 我自己是覺得說 他可能想要做一些 比較年輕時代的這種做法 但是他那種 這種大的廣告版面的 這種操作手法 其實跟其他銀行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自己一開始也是滿不習慣 只是說後來你要如果要截圖 要做那個寫文章是還蠻好用的 因為他那圖就發在上面給他拿來抓 那像小姐說 廢卡這個好像是我寫的 原來如此 原來這個虎祖在這裡 已經找了 就是被我唸出來了 這樣子 李儀謙講說 王道APP 霸圖形登入的在iPhone4.7吋 只會寫4x3的點 每次解鎖都還要滑下頁面超版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他能夠開通 這個所謂的指紋辯書 或者是人臉辯書的系統 那這樣子大家就不用每次在那邊話來話去 真的很麻煩 對 所以就是希望他們有聽到 然後可以幫我們做這個改善 DIE-Chen 王道版面被遊戲廣告綁架 哈哈 真的很像是那種遊戲網站 就是 對啊 上面都是滿滿的版面 都是那個廣告 對 這個也是很有趣的一個點 之前我沒有特別去注意到這個 我就覺得說 怎麼跟其他銀行比較不一樣 那事實上就是人點出來說 這其實是消費者不喜歡的 那也希望他們也會有機會 可以把這個改變 版面做改版這樣子 可以更符合消費者的需求 網路銀行的介面難用 每一指紋 快速登入又常常當機 所以大家常常遇到當機嗎 我自己使用的機面倒是還好 因為 我常常登錄就是登錄進去後 看看我自己的推廣次數有沒有增加 因為王道他這個推廣次數 其實是即時的 就是你現在如果有從我的連接給進去 然後開庫 那其實我這邊馬上就會遲到 就他們這個 他們這個系統是蠻值實的 好 這樣也說 對 再來 有人講到說 純體款都要手續費 號稱國外2.5% 有些根本就不給我刷 就連Edge開頭的訂房都不給我使用 到底是怎麼樣 我還害怕出國不給刷 哈哈 天啊 對啊 所以這個就是 他可能有一些 有一些通路他是沒有開通的 所以就是他不給你刷 好 這真的有點奇怪 就是他給你信用卡 但是卻不讓你刷 這真的有人遇到這種情形嗎 就是說你在 你使用王道的前項信用卡 在網路上刷卡 或者是實體通過刷卡 但是卻刷不過的情形 那如果有的話 就是你也可以分享一下好了 就是念出來 然後讓他們知道這樣子 有人講到說 雖然有八次的跨體轉 無實體ATM可以轉入轉出 不像Coco在全家 還有國泰ATM就可以辦理 銀行的儲蓄利率也不及排行誘人 冷凍保存中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這個八次的跨體轉 其實在去年的九月就已經結束了 那他們之後就還沒有再推出相關的活動 所以目前大家一律都是一樣 只有五次的跨轉 沒有這個八次的跨體跟跨轉 這是比較可惜的部分 那再來的話就是 他的銀行儲蓄利率 其實這塊反而 我覺得是他們主打的 他現在不是有主打一個 銀行的那個什麼 美金高利活存 來定存可以到3.2%嗎 我覺得這個就 還蠻有吸引力的 因為他就不算太低 所以大家如果你要做這個 理財的話就是 高利定存或活存 你可以特別去查詢一下 王道用不上手 存錢要手續費 所以這個大家最在乎的就是說 我要把錢轉到這個戶口 我要再付15塊 我就不想出 這樣講也有道理 因為你可能一萬塊錢 你放著升一年的利息 也才沒幾十塊錢 但是你錢轉進去 就要被扣15塊錢 那就不划算了 所以我覺得他們應該要提供一個優惠 就比如說 你的第一次跨轉進來的費用 然後他可以幫你減免 就是都送你15塊錢 那大家可能就願意把錢放進去 不然的話大家都寫說 存錢進去又要花手續費 我才不想要存錢進去 就是這個方法 有人寫到說 介面太過繁瑣 功能路徑太複雜 進程找不到方向 這個也是他們可以改善的部分 很多人都寫說 沒有免費的跨題轉次數 沒有免費的手續費 只有跨轉沒有跨題費 所以其實大家都是很在乎 這個所謂的就是 跨轉或者是跨題的手續費次數 還有寫到說 漠視救護 這也是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他後來提出來的優惠 因為都是那個所謂的新戶越來越好 然後救護的部分就是一開始 就是半卡的時候就成功了 對 這也是比較 就是比較特別 跟其他銀行比起來就是立項操作 大部分的銀行都是 比如說星期初位帳戶 就是一開始推出來 最高是我們一千塊 一虧金 那可能三月份起 他可能回饋就變成只剩700或500 他只會越來越長 但是新戶銀行不一樣 就是一開始給你很好 但後來就有點爛 這樣很好笑 這個DRE chain 很像越早辦王道越虧 沒有錯 我也是第一階段就辦了 然後我就什麼好看都沒有 對 就是只有拿到一個元老子的虧 這樣就是元老子的虧 謝謝